几名天真烂漫的儿童正在看动画片 托儿所阿姨边打电话边拉开冰箱门 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个蒙面人走进来 阿姨俯下身把孩子们护住 可蒙面人还是托起一个小女孩 然后拿箱纸着阿姨 命她在这里趴半小时不准打电话 说完她就带走了小女孩 联邦调查局迅速接手此案 今早8点32分 一名叫入西亚的5岁女孩 在一个家庭托儿所被人绑架 直到9点另一名老师进去 才发现下滩在地的所长 小白根据监控对绑匪的身高做了估计 大约一米八不到一些 戴着手套拿着一把格洛克手枪 右手腕上似乎有一个纹身 但摄像头分辨率太低看不清楚 露西亚的父亲叫雨果 在一家建筑工地搬砖 而母亲詹妮当过保姆 现在在一家百货商店工作 从夫妻俩的身份来看 绑匪应该不是为了赎金 齐丹和贝尔先来到露西亚家 詹妮表示他们收入虽然不多 最近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事发生 临走时贝尔给詹妮留了张名片 并安排了一名联邦探员把门 以防止绑匪上门索要赎金 斯科拉和蒂芬尼则来到托尔索 听所长说了当时的情况 绑匪带着一张面具 但可以看出是白人或者西班牙裔 抓走路西亚似乎不是随机选择 蒂芬尼问他有没有看清绑匪又闭上的纹身 所长点了点头 那是一个皇冠图案的纹身 正是拉丁王黑帮的标志 小黑把方圆1.6公里内的帮派成员标记出来 总共有35个人 而其中的三人有幸犯罪记录 小白随即查了三个人的手机信号 发现叫提拖的人今早就在托尔索附近 而他假释期间就住在姐姐家 三秒后联邦探员敲开了提拖姐姐家的房门 姐姐一看是联邦探员 就谎称弟弟不在家 可花银刚落就啪啪打脸 齐丹脚底身风追了上去 路上不知跨了几道栏 可还是没能抓住提拖 幸好弟分泌于回到前面 一身胳膊就拦下了提拖 联邦探员马不停蹄审讯了提拖 可他否认与绑架路西亚有关 有皇冠纹身的也不是他一个 而之所以有性犯罪记录 是因为他前妻在争夺抚养权时 污蔑他侵犯了自己女儿 而逃跑是一种条件反射 斯科拉问他为何一早出现在托尔索附近 提拖表示那边有一家早餐店 稍后提拖的话得到了餐厅女服务员的证实 不过他还是违反了假释条例 只能先关着等候假释官发落 这时小白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餐厅外的监控拍到绑匪 把路西亚塞进一辆银色凯美瑞 而这辆车两天前刚报失 朱巴尔立即下达了通缉令 这时爱丽丝刚联系了建筑工地 余国已于一周前离职了 这就意味着詹妮也在撒谎 齐丹和贝尔再次来到路西亚家 可贝尔销了半天门也没动静 果不其然 詹妮已经跳窗逃跑 一个叫奥利维亚的人发了条短信 内容是我到附近了顺便来看看的 爱丽丝马上查了一下 詹妮曾在奥利维亚家当过保姆 齐丹和贝尔来到奥利维亚家 可还没到门口就看到大门须眼 两名探员立马拔箱进入 刚到楼梯口就听到楼上有响动 来到二楼卧室一看 奥利维亚竟被人绑着扔在地上 贝尔上前解开他嘴上的布条 这才知道詹妮抢劫了他 拿走了保险箱内价值十万刀的珠宝 詹妮曾在这里带过孩子 所以接到短信后他也没多想 直到詹妮亮出了一把刀 和那些珠宝一起抢走的 还有一只几万块的小包 没想到詹妮竟然有保险箱的密码 在整个过程中 詹妮不停地说对不起我需要钱 作战中心随即对詹妮展开追踪 小白看了周边的监控 发现他是一个人步行离开的 十分钟后上了去上城区的地铁 而两分钟前在威廉斯堡下了车 三秒后斯科拉和蒂芬妮找到了詹妮 看到联邦探员跳下车 詹妮撒开小短腿走路而逃 很耐联邦探员前后夹击 很快就被堵在了马路边 齐丹和贝尔对詹妮轮番施压 让他说出事情的真相 不然会坐很久的牢 反之他们会跟检察官求情 詹妮只能老实交代 在路西亚出生前 如果经常卖些面粉补贴嫁用 可孩子出生后他就停手了 没想到前段时间又重操就业 一周前他在家里发现了一些面粉 气得直接倒进马桶通掉 没想到那点货竟价值八万刀 而且是毒贩奢给雨果的 然而詹妮并不知道对方的姓名 那些珠宝已经给了雨果 由他去赎回路西亚 两名探员追问雨果的下落 可詹妮却死活不肯说 因为给对方知道了路西亚就会死 詹妮的态度让联邦探员无可奈何 幸好地铁站附近的监控 拍到雨果上了一辆出租车 埃利斯马上联系了出租车公司 得知雨果在东河公园下了车 斯科拉和蒂芬妮火速赶到东河公园 拿出雨果的照片问一个打篮球的哥们 没想到第一个就问对了人 两人顺着热心市明指的方向 看到雨果正坐在下沉广场里发呆 两人一路小跑来到雨果跟前 这才发现这小子可嗨了 在两名探员的一再追问下 雨果说出了交易时间和大致地点 雨果解释说他很害怕 只有这样才能撞怂人打 然而话音刚落 雨果的身体就僵持起来 蒂芬妮赶紧让斯科拉到车上拿纳洛铜喷尽 在蒂芬妮的协助下 把药物按压进了雨果的笔枪 待雨果清醒之后 两名探员让他说出对方的名字 事到如今雨果也不再隐瞒 原来绑架路西亚的人叫莫雷诺 是皇后桥区拉丁王的头目 一切准备就绪后 雨果拎着装有主宝和追踪器的报告别了爱奇 詹妮顿时泪如雨下 贝尔对詹妮表示了理解 但家人也不能一味放任 一小时后雨果出现在一座公园内 等待莫雷诺的到来 可偏偏这时候公寓的门卫不停打她的电话 贝尔只能接起电话 没想到近时妹妹可要过量被送往医院的消息 马上拿下了耳机 详细询问起妹妹的情况 就在这时 莫雷诺走进了公园 乞丹马上将其特征报给贝尔 没想到贝尔根本没在听 可这些珠宝暂时还看不出价值 要拿到档铺当过本钱再放人 这下雨果不乐意了 突然抱起将莫雷诺扑倒 双拳左右开空落了下去 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先前的计划 很快莫雷诺就回过神来 从后腰掏出一把手枪 一身枪响把贝尔拉回了现实 另一边莫雷诺朝鱼国又补了一枪 然后搂了一些散落的珠宝就逃离了现场 在蒂芬妮的一再提醒下 贝尔总算看到莫雷诺并追了上去 就在这时远处又传来一身枪响 原来是一名巡警被莫雷诺打伤 贝尔马上呼叫了救护车 夜幕渐渐降临 可还是没有找到莫雷诺的踪迹 路西亚命悬一现 幸好蒂芬妮找到了一名目击者 说莫雷诺在打伤警察后掉了一部手机 斯科拉和蒂芬妮返回现场仔细寻找 终于在一辆车底下找到了这部手机 拿到手机后 小白立马对位置信息进行了汇总 很快就将范围缩小到六栋楼 可莫雷诺会傻到这时候回家吗 这时爱丽丝有了重要发现 就在路西亚被绑架的前几分钟 莫雷诺给提托妹妹的号码打了个电话 伊莎贝尔亲自出马 并还在审讯时的提托说出莫雷诺的下落 不然就以协助谋杀的罪名逮捕你妹妹 而你将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不得保持 提托赶紧表示自己也是被逼的 接着就说出了莫雷诺的老巢 三秒后一对特警出现在一处地下室门口 用炸药炸飞了大铁门 特警队员和联邦探员风流而入 莫雷诺只能乖乖书舍就停 可她还是不愿说出路西亚在哪 很快角落里的一扇门引起了她的注意 于是她让蒂芬尼打掩护 齐丹抱着路西亚走出房间 内心百感焦急 此时此刻 贝尔望着病床上的妹妹爱恨交加 第二天早晨朱巴尔特意赶到医院 关心的问了一下情况 并通报了案子的后续 都说朋友来了有好久 可这三人却是披着人皮的豺狼 搭档蒂芬尼一等候多时 死者是一名中棉白人男性 有人看到一辆蓝色丰田飞驰而过 拍照的开头是字母K 警官把两名探员带到地下室 满屋子都是制造炸弹的原材料 死者老杨是一名退伍军人 前爆炸瓶处理局的技术人员 问题是凶手为什么杀了老杨 小白查了一下老杨的财务状况 发现他已经负债累累 拦下这单活大代律师为了钱 DRT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DNA 幸好爱丽丝开了个好头 他在监控中发现了那辆蓝色丰田 但小白筛选了三州地区 所有开头字母是K的同款车型 发现只有六辆车符合条件 联邦探员随即逐个上门排查 在排除了前两名车主后 来到了在惠林顿摩尔座行政助理的汉娜家 可其单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 贝尔注意到他的蓝色卡罗拉还停在路边 于是上前查看 却发现车门框内侧有血迹 然后和贝尔拔出手枪进行搜索 两人摸到二楼听到卧室里有响声 女人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双手就被反简戴上了手铐 审讯前小白先介绍了汉娜的情况 她是1996年随夫来到纽约的 可五年后丈夫就死于911袭击 面对联邦探员的提问 汉娜一脸的茫然 那辆卡罗拉是她的没错 而她昨晚八点在皇后居和表妹吃饭 可车内的血迹是怎么回事呢 是否有其他人能开你的车 汉娜表示只有男友阿尔贝托有钥匙 爱丽丝马上搜索了一下阿尔贝托 可叫这个名字的人没一个符合长相 斯科拉随即发了张照片给她坐面不识别 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 此人竟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恐怖分子拉莫斯 斯科拉立马带着平板走进审讯室 揭开了阿尔贝托的真面目 并让她交代和拉莫斯怎么认识的 原来就在六个月前 两人在交友软件上认识 开始交谈并互换照片 然后拉莫斯主动来到纽约 两人迅速确定了恋爱关系 拉莫斯的对外身份是一名导影 拍一些小电影纪录片杀的 当听说男友涉嫌谋杀时 汉娜一脸的惊论 首先她不认识什么老杨 其次阿尔贝托是个好人 这时斯科拉收到一条短信 立马给汉娜泼了一盆冷水 斯科拉让汉娜打电话给拉莫斯 约她出来见个面 不出联邦探员所料 拉莫斯果然没接电话 斯科拉问汉娜认不认识拉莫斯的朋友 汉娜表示只有一个叫老梅的制片人 两人还约好今早晚些时候见面 因为她要投资三万块给她的项目 本来这笔钱昨天就要给的 可取出养老金的手续过于繁琐 为此拉莫斯显得很焦虑 这时伊莎贝尔过来揭开了谜 原来今天是著名恐怖分子 豺狼卡洛斯的生日 没有比炸掉某个资本主义的 象征更好的礼物了 下一步要安排汉娜和老尼照常见面 中午11点30分 汉娜在公园见到了老尼 寒暄几句后就把包地了过去 几名联邦探员果断出击 老尼劫持了一名人质 妄图做困兽之斗 可是先埋伏的狙击手没有给他机会 这下汉娜总算见识了这伙人的狠毒 稍后技术人员解开了老尼的手机 从他和拉莫斯发的短信来看 这笔钱是用来跑路的 而炸弹将在惊天晚些时候爆炸 可仍然没有提到炸弹在哪里 这座城市里有泰国资本主义的象征了 埃利斯查了一下拉莫斯的手机 虽然人处于开机状态 但定位系统被破坏了 斯科拉眼珠一转机上行头 会拉点语的伊莎贝尔 用老尼的手机给拉莫斯发了条短信 声称没有见到汉娜 反而被警察跟踪 所以要找个地方多几小时 很快拉莫斯就回复了 几秒后汉娜就收到拉莫斯的短信 斯科拉假装汉娜与之对话 双方约好在一家咖啡店见面 尽管内心充满了恐惧 汉娜还是踏上了去咖啡馆的路 此时联邦探员以乔装成各种身份 在咖啡馆周边埋伏 汉娜挑了张延街的桌子坐下 不久身后就走来一个光头大汉 说拉莫斯有事来不了了 汉娜一听就要离坐 于是汉娜再次要求见拉莫斯 大汉一听站了起来 谎称拉莫斯正在开会 可以带汉娜去她的公寓 起初汉娜没有同意 而要亲手把钱交给拉莫斯 可斯科拉怕汉娜有危险 于是让汉娜先假意跟大汉走 上车前就说有事 把包交给对方就走人 汉娜听了斯科拉的话 跟大汉离开了咖啡店 再走到车门 兵士提出有事先子 大汉接过小包却一把揪住 汉娜往车上托 联邦探员迅速行动 大汉是拉莫斯的手下卡洛斯 也是一个对信仰忠诚的硬汉 所以不管联邦探员 怎么软硬兼施 卡洛斯都没有透露半点信息 相反他还充分利用了 美国的司法体系 卡洛斯的态度 让众人一筹莫展 斯科拉提出把他交给情报部门 或者由他单独审问 可都遭到了领导的否决 联邦探员必须强化红线意识 斯科拉一听扭头就走 小白发现卡洛斯 之前在一家快递公司上班 爱丽丝查了他的地铁卡 发现他在鸿沟区 和华尔街之间来回了几趟 于是让分析师们 查看两地的监控录像 一名分析师很快就在鸿沟区 发现了卡洛斯的身影 并根据他的路线 锁定了一处公寓 和杀害老杨的一样 贝尔在床头柜 发现了一些平面图 这应该就是他们要炸掉的地方了 但仅从表面看 无法获悉是哪洞建筑 只知道有66层 不过单凭这点就足够了 因为华尔街 只有一幢楼符合条件 联邦探员和拆弹小组火速 赶到惠灵顿摩尔大厦 在废弃的地下仓库内 发现了这枚巨型炸弹 齐丹看了一下 到期时还有236分钟 必须边想办法拆除边疏散大楼 这小子趁时在集装箱上奔跑跳跃 甩掉了大部队的追击 在他跃上一副拳梯快跑到地面时 斯科拉猛地断了过来 斯科拉当场逼问密码 克拉莫斯去高喊口号大意凛然 主犯虽然落网了 但仓库里没有找到任何信息 依莎贝尔的劝响也无功而返 炸弹还有120分钟就要爆炸了 斯科拉想到了汉娜的一些话 只身一人离开了作战中心 另一边疏散工作还在继续 可大楼里还有七八百人 全部疏散几乎不可能 斯科拉来到一栋名宅前 看到一个小伙子出来就走了上去 斯科拉把小伙子带到大厦的地下室 此刻距离爆炸只有八分钟了 斯科拉把小伙子拉到炸弹前面 给蒂芬妮谈了一个视频电话 起初拉莫斯还不以为然 拉莫斯千算万算也没有想到 弟弟会成为一个不要命的联邦探员的人质 在这一刻拉莫斯犹豫了 可他还是狠了狠心 此时距离爆炸还有六分钟 斯科拉决定赌一把 拉莫斯刚才的话也是在试探斯科拉 可当他看到对方坚定的眼神后 他知道自己输了 接着拉莫斯一个一个数字说出了秘密 斯科拉用略带颤抖的手指依次输入 事后蒂芬妮把汉娜送到电梯口 由于她未参与恐怖袭击 将免于起诉并立即释放 这对甜蜜的情侣 可两人正要一起去上班 朱巴尔立马拔枪环视四周 可连枪手的影子也没看见 三秒后联邦探员赶到现场 瑞娜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 Ert已经搜索了周边区域 连个弹壳都没捡到 随后依莎贝尔召集全体探员开了个会 首先击中瑞娜的是一颗9毫米子弹 通常不会用在狙击枪上 不过爱丽丝看了瑞娜家的门铃监控 发现有个家伙在几天前跟踪了瑞娜 面不识别匹配到了一个叫弗兰克的人 此人有抢劫和盗窃前科 一周前才刚出狱 可他的案子和瑞娜没有任何关系 伊恩根据他刚报给假释官的手机号码 定位到了一家旅馆 可房间里只有两名妖娆性感的女子 据两人交代 弗兰克刚离开15分钟 贝尔在垃圾桶里找到一只9毫米子弹的空盒子 这才得知弗兰克有一把小手枪 可刚到门口就撞见了弗兰克 这小子一听是联邦探员 一抬手就是两枪 接下来就是一番围追堵截 一辆萨伯般飘移而制拦住了序路 弗兰克只好举手投降 贝尔上前给弗兰克戴上手铐 并从他的兜里搜出了厚厚一打现金 联邦探员随即对弗兰克展开审讯 可弗兰克却极力否认 今天早上他还在咖啡厅吃早餐 这时朱巴尔突然插嘴 一撤销指控为交换 又使弗兰克说出真相 弗兰克将信将疑地透露了一点 枪手另有其人 他只是负责跟踪并记录瑞娜的生活日常 但具体是谁让他这么干的不能说 除非把白纸黑字的协议放在他面前 朱巴尔低声下气地表示会和检察官谈 可弗兰克非要现在要 贝尔把朱巴尔叫到一边 劝他冷静下来 一杀贝尔把朱巴尔叫到办公室 弗兰克的不在场证明去认了 但是他已经聘请了律师 朱巴尔整理一下心情精神饱满的走进作战中心 让大伙查一下弗兰克的行动轨迹 伊恩看了旅馆两个街区外的一个监控 发现弗兰克在离开两名女伴后 到这里和一个男人见了个面 面不识别匹配到了一个叫温特斯的人 他是前海军陆战队员 两年前曾因为违反联邦武器条例被ATF逮捕 但之后又成功犯案 而在上诉成功前和弗兰克是育友 朱巴尔想详细看一下档案 可档案却被封存了 要看的话要找负责人桑切斯 于是奇丹和贝尔请来了桑切斯探员 温特斯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桑切斯只能透露了一些情报 温特斯有个同伙叫麦凯登 桑切斯写下了地址并叮嘱两名探员 千万不要在店里逮捕温特斯 不然就会惹恼麦凯登 他可是非法买卖枪支的大户 四名探员早早来到枪支店门口 等了三个多小时 终于看到一辆蓝色麦瑞堡开来 开车的好像是温特斯 斯科拉和蒂芬尼甲扮成顾客 漫步惊心地走到店门口 此时麦瑞堡恰好停在路边 开车的果然是温特斯 两辆车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追逐 可当两车行至一条小路时 前方的铁路倒闸缓缓放了下来 这就意味着火车快到了 然而麦瑞堡并没有减速 而是撞断栏杆冲了过去 朱巴尔队跟丢目标万分懊恼 幸好小白已根据车牌 连上了车载GPS 迅速定位到了车辆的位置 很快联邦探员就在河边 找到了这辆车 正静静地停在一座废弃的工厂内 杀停后跳下来几名探员和特警 分成两组对厂房进行搜索 齐丹和贝尔看到温特斯 正要往屋顶跑 于是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 完全没有料到这是个陷阱 齐丹立马躲进场房里 齐丹这才意识到子弹来自于那车配电箱 豁然起身对配电箱连续开火 齐丹赶紧来到搭档身边 稍后救护车来到了现场 贝尔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是防弹医救了他一命 此时伊恩运行对着一堆破铜烂铁研究了半天 这是一种智能自动机枪 斯科拉和蒂芬尼再次回到瑞娜家门口 在一根电线杆上发现了一个配电箱 伊恩马上对这一套完好的装置进行了研究 终于发现了里面的秘密 原来里面有一个摄像头会进行面部识别 发现目标就会自动开火 而数据故中不仅有瑞娜的脸 伊恩将摄像头对准出巴尔 班级立马连续扣动 可这还不是全部 里面还有四名联邦探员以及伊莎贝尔 包括他们最亲的家人 伊莎贝尔亲自来到审讯室 问弗兰克是否还有其他装置 却遭到了律师的百般阻挠 伊莎贝尔警告弗兰克 如果瑞娜没挺过去 他就会被判终身监禁 现在配合还可以减几年龄 律师终于答应考虑一下条件 可伊莎贝尔刚走到门口 弗兰克就不干了 说出实情还要去坐牢 哪怕只有一个月 那个人也会找到他并杀了他 伊莎贝尔这才知道 温特斯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且此人心狠手辣 他马上把齐丹和贝尔叫来 跟他们讲了最新的情况 朱巴尔建议去枪店找麦凯恩谈谈 可伊莎贝尔说ATF不让插手 三秒后特警用破门器撞开了枪店大门 在确认没有配电箱之后 此人拿下了面罩 可刚要进行仔细的搜查 桑切斯从门外气急败坏地冲进来 不过听说探员和家人都有生命危险后 桑切斯的幕火瞬间平息了 他环顾似周不由的心生疑惑 几小时前明明看到麦凯恩进来了 经过一番搜索 桌上还有一台正在安装的配电箱 首先他并不知道温特斯在哪里 而且他也好几天没来了 其次他做了六套机器杀手 温特斯已经拿走了舞台 起初他听说要杀联邦探员就不干了 可那个魔鬼不让他退出 不然就杀了他全家 就在众人猜测这个神秘人的身份时 埃利斯颤抖着声音说他已经猜到了 温特斯和弗兰克都在大都会城教中心待过 而温特斯是里面的管理员 曾经负责打扫过VIP包厢的地板 埃利斯马上把此人的照片打在公屏上 伊沙贝尔顿时经的木顿口袋 晚上伊沙贝尔和朱巴尔来到监狱 走进了一间单独的会客室 大独销瓦格斯正在里面等着他们 面对苏迪的质问 瓦格斯毫不掩饰内心的想法 这次他不想交换什么 只想要联邦探员和家人都死绝 因为上次佛伯勒在墨西哥的行动 暴露了他妻儿的住址 仇家随后找上门将母子杀害 朱巴尔自信的说会找到温特斯 可瓦格斯让他省省吧 上次能侥幸活下来就不错了 即便一个温特斯失败了 还有千百个温特斯站起来 就在三人会面的功夫 齐丹和贝尔搜了瓦格斯的牢房 可没有发现任何通讯设备 说完四人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清洁工 尽管这名犯人极力否认帮助了瓦格斯 但贝尔在他房间里搜到了一部手机 上面都是瓦格斯的指纹 四人从监狱里出来时 小白和伊恩已经分析了这部手机 发现他只给一个号码打过电话 应该就是温特斯的 而现在信号的位置就在布鲁克林前景公园 联邦探员火速赶到目标区域 刚好看到温特斯从一家酒吧里出来 四人立刻呈扇形包围了上去 可还是被温特斯发现了 双方在街道上打开了枪战 由于担心误伤路人 联邦探员耐心的寻找机会 终于一枪将温特斯打伤 可这小子还是亮亮向向跑到路边 随手抓了一个路人当人质 朱巴尔随即赶到现场 以下三套设备装在哪里 可奇单却趁贝尔吸引了温特斯的注意力果断开枪 朱巴尔心急如焚地冲过来 让他说出其他设备在哪里 可温特斯却念起了导词 朱巴尔顺间领会了他的意思 临死前温特斯说出了其他设备的位置 伊莎贝尔马上派人一一拆除 但瓦格斯的复仇不会停止 朱巴尔想到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 把瓦格斯转到仇家多的监狱去 保管活不过一个星期 可伊莎贝尔的圣母亲又犯了 朱巴尔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倒霉的求婚者 前脚女友刚答应嫁给他 后脚就遭遇了抢劫 可老板不想惯着他们 从柜台里抽出一把手枪 看到劫匪仓皇逃离 男人立刻从地上爬起来 这才发现未婚妻一重担身亡 联邦探员火速赶到现场 警长无奈地表示 这个月三人组已经抢了四家珠宝店 只是这一次闹出人命了 受害者之一是店老板 唯一的目击只是那个不幸的男人 但他还是强忍悲痛诉说了经过 当时他很害怕 没有注意到劫匪有什么特征 只听到是本地口音 ERT从柜子上取出一枚子弹 确认凶手用的是9毫米口径的手枪 蒂芬妮捡起地上的一块手柄 发现表面上的皇冠比正常的大了一圈 就在上周制造厂给珠宝店送了两块诱饵表 其中一块被劫匪抢走了 蒂芬妮和贝尔来到信号范围内 发现一名毒贩的手腕上戴着块银色手表 两人立马走上前去询问 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 有个把肉用这块手表换了一包面粉 那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白人 开着一辆银色凯美瑞 车牌的开头是DMX 艾丽丝随即搜索了车管所的助剧库 发现只有三辆的开头是DMX 且车主是五十岁以下的白人 其中只有一个叫老金的人开了一家当铺 并且有毒品前科 联邦探员带领一对特警突袭了当铺 可老金已被人灭了口 斯科拉注意到柜子下面有个鞋盒 打开一看竟全是手表 难道这里就是劫匪销赃的地方 两名探员刚走出档铺 就有一名目击者主动提供了信息 当时他听到枪声跑出来看热闹 正瞅见一个身穿黑色羽绒服的人 顺着那条街跑了 此人是棕色皮肤 看上去很年轻 不久实验室出去了弹道检验报告 杀害老金和抢劫案使用的枪一样 显然凶手就是三人组之一 爱丽丝查看了档铺门口的交通监控 发现在枪击发生前两小时 有个年轻人拿着鞋盒子经过店门 其肤色年龄和目击者描述的相符 可他并没有走进店里 期待让爱丽丝把录像倒回去几秒 就在他朝店内窥视的时候 门玻璃反射了他的阵脸 小白立刻运行人脸识别系统 发现嫌犯竟是个16岁的孩子 他叫假猫 9岁就进入了寄养系统 贝尔和蒂芬妮随即赶到儿童服务局 当联邦探员指出假猫 可能与抢劫杀人案有关时 这孩子的身世很坎坷 打小就没了娘 老爹又被警察击毙 后来他换了几个寄宿家庭 总算找到一个喜欢的 那个好心人叫琼斯 专门收养大龄男孩 最后黑杰写了一个地址 假猫就在那里当儿童辅导员 两名女探员顺利地找到了假猫 蒂芬妮在审讯前 看了一下当年的新闻 发现假猫的父亲 竟是自己亲手射杀的 假猫承认拿鞋盒的是他本人 但他绝对没有杀老金 鞋盒是他的养兄弟凯文给他的 让他拿到老金那里 把里面的手表当掉 事成后分一些钱给他 很快假猫的话就得到了证实 老金被杀时他确实不在场 而抢劫案中的三人身高 都高于假猫 倒是和他的三个养兄弟匹配 但这还不能成为证据 为了不打草惊蛇 只能让假猫带上窃听器 回去搜集证据 起初假猫死活不愿意 因为他的养兄弟都是好人 但联邦探员劝他看清行事 黑姐也劝他审时夺事 假猫听发只能同意当卧室 下午假猫带着扭扣摄像机回到家里 父亲琼斯和两个哥哥看到他有些诧异 在得知凯文去了银行后 蒂芬妮让假猫赶紧去他的卧室 于是假猫借口去楼上换衣服 偷偷溜进了凯文的房间 一进门就看到了床上的黑色羽绒服 可接下来什么东西都没找到 就被三兄弟抓了个现行 这回假猫反应还挺快 问凯文是不是借了他的尼克斯球衣 凯文回到衣服造环了 而且即便没怀也不能随便进他房间 假猫马上道了个歉 可凯文还是有所怀疑 于是故意提到了老金 假猫装作不知道老金的死 一个劲得怪自己不会谈假 凯文听发逐渐放松了警惕 顺势提出让假猫加入他们的团伙 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 就在两人洋洋得意之时 摄像头的信号突然中断了 蒂芬妮认为是假猫暴露了 起身就要进去营救 就在这时信号又恢复了 画面显示假猫一向监视车走来 两名探员立马下车询问情况 可假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才耳机突然劈啪作响 于是他只能尽快离开 可贝尔觉得这时机也太巧了 当时凯文刚要认罪信号就消失了 见假猫面露亏色无言一对 贝尔又追问凯文说了什么 是不是有关杀人越货的事 可假猫表示并没有 信号中断后他接受了凯文的邀请 然后谎称看电影要迟到了就走了 贝尔再要逼问下去 却被蒂芬妮拉到一边 既然凯文已经承认在老金那儿嚣张 就可以申请搜查令了 然而让两人始料未及的是 当他们带着搜查令闯进琼斯家时 父子四人已逃之夭夭 难道是假猫通风暴的信 贝尔在房间里找到一本笔记本 上面洋洋洒洒写着 琼斯对寄养系统的看法 蒂芬妮则在垃圾桶里 找到一张银行回单 可他却默默地收了起来 琼斯招呼小伙伴来到一个房间 里面竟然有相当数量的军货 从那些包装盒子来看 琼斯拿走了一些烟雾弹和枪支弹药 致死琼斯进入了联邦探员的视线 现实版的物都故而正在纽约上演 埃丽丝查了琼斯的工作履历 发现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零售损失预防工作 琼斯去车来到一幢房子前 警方在进行网格搜索时找到了一名目击者 当时他看到父子四人从窗前经过 可一转眼就不见了 琼斯在路边看到一堆碎玻璃 马上让警察排查附近的居民 看有没有哪家的车辆被盗 贝尔和蒂芬尼再次找到假猫 让他老实交代在信号中断时说了什么 可假猫就是不肯开口 蒂芬尼只能请贝尔回避一下 由他和假猫单独谈谈 贝尔觉得很奇怪 反手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斯科拉 斯科拉一听假猫的父亲死于七年前的平安夜 马上就猜到了答案 蒂芬尼比假猫说出真相 不然就会面临重罪起诉 可假猫还是一问三不知 蒂芬尼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在给了假猫最后一个机会无果后 他让一名探员把这小子靠回去 然后到门口对贝尔说出了心理的猜测 假猫说他的家人没有抛下他 说明他们并没有逃跑 而是去抢劫了 刚才他在垃圾桶里找到一张银行回职 贝尔马上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作战中心 这时其但也找到了被盗车辆的主人 确认琼斯一伙偷走了一辆新款的麦瑞宝 小白立马通过车载GPS定位到了车辆的位置 发现他正往回职上的银行开去 三秒后联邦探员在银行门口会合 和一名受伤的保安一辆向着跑出大门 大厅内不时传来枪声 联邦探员刚要进入 却被一名蒙面人用人质逼退 反恐特警随即包围了银行 并设立了多个狙击点 技术人员已经在美战窗户上装了高清摄像头 父子四人劫持了13名人质 情绪相当的激动 强功的风险非常大 正在庄前的琼斯突然听到了大喇叭喊话 让他接电话谈谈 随后银行里的一部电话响起 蒂芬丁让琼斯尽管提要求 只要所有人都能活着离开那里就行 可琼斯对执法机构极度不信任 因为没人在乎这些孩子 只有他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可琼斯还是不愿意释放人质 因为放了人质孩子们就没命了 大门里就扔出了几枚烟雾袋 白色的浓烟瞬间将银行门口包裹起来 一群人举着双手从里面走出来 联邦探员和特警迅速出击 很快就控制了一名嫌犯 齐丹和斯科拉茨向另两名孩子追去 最后在纽约警方的配合下抓住了下 而凯文和琼斯还不见踪影 费尔和蒂芬尼从银行的两扇侧门进入 没过多久就把父子俩堵在大厅内 凯文先放下枪 然后跪在地上恳求联邦探员不要开枪 等待他们的僵尸漫长的铁窗生涯